在巴黎岛有很多华人 印尼华人 不光是中国人 如果说华人的话 就指的是海外的华人 中国人的话 就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正是我 巴黎岛人 就是那些巴黎尼斯 巴黎岛人 巴黎华人还是有区别 住在巴黎岛的华人 不是巴黎岛人 因为它有一个种族 有一个民族吧 叫巴黎岛人 这样子 巴黎岛人对华人很友好 就是对印尼华人很友好 他们关系很好 非常好 因为我老参加这个hiking 我能见到大量的本地人 也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印尼华人 也有很多外国人 西方人 我能明显感觉到 印尼华人和巴黎岛人的关系很良好 相互之间 然后有好几人跟我聊过 我跟他们聊起来过 就是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半老人 跟华人关系很好吗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他有华人的血统 可能他已经是那种 他们叫mix 就是混血的这种 可能他们家族在这个半老人 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人了 什么时候 就是通婚已经持续了好多代了 可能这样子 所以说他就说 你知道为什么 他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巴黎岛人和华人 关系这么好吗 我想问想 我说难道原因是 你们都吃猪肉吗 哈哈 这家伙大笑说 Exactly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好几个人都给我提到过这个 说因为我们都吃猪肉 所以关系比较好 因为在印尼的话 在印尼印度尼西亚的话 大部分是穆斯林 他们不吃猪肉 但是在巴黎岛 在巴黎岛的话 巴黎岛人和华人都吃猪肉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开玩笑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原因 我分析 还有其他的原因 更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的宗教信仰 比较类似 在印尼的华人 有很多人信的是佛教 佛教、印度教很像 比较像 从不同意义上很像 就是说跟穆斯林的 你要跟穆斯林比的话 那他们两个就非常像 就是他比如说那石像呀 等等之类的是吧 雕塑 很多时候你看 印度教的雕塑和佛教雕塑 真的都不太 不是很好区分 如果说我们不是很熟悉的话 这样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分析 也可能是 这两个都属于少数族裔在印尼 也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 是他们自己这样 我跟另外一个人聊天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华裔 但他娶的媳妇是印尼人 又是巴厘岛人 他说 华人就像是一个大哥一样 所以这个巴厘岛人 他们相互之间 就是可能有这种信任 就是说我想 我当时告诉我brothers 就像是兄弟一样的 他说 他觉得这个华人可能更像一个大哥 还有这种 你想中国文化的话 那你觉得大哥是可能 还是会关照一下这个弟弟妹妹的吗 对吧 大概是这种 有这种责任感 这可能是他们也比较 关系比较密切 巴厘岛你能明显的感觉到 它是一个旅游的城市 岛但是不光是城市了 这个岛 它旅游的一个地方 它本身也就是为人特别活络 做生意的人 你肯定不会说是你 他态度肯定很好 他对谁都很好 可能这是由来的这种 可能这也是一个因素吧 大概是这样 而他们说很好的英语 跟其他人比方比的话 他们的英语就太好了 哈哈 成 这是一个我观察到的 巴厘岛的一个特点吧 跟印尼的巨大区别 然后对华人很友好 对中国人也很友好 对外国人都很友好 实际上 比如说你愿意去巴厘岛旅游 愿意来巴厘岛旅游 欢迎你